都说这台手机不太行 但是我体验了一方下来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以前整的这么一个价格 收购了一台魅族18 一台小美的这么一台小众旗舰机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外观 颜值是不是还是挺不错的 屏幕方面采用了一个2K 支持120Hz自信高刷的双曲面屏幕 两者可以同时去开启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系统 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多余的任何软件 真的非常简洁 看到没有我已经连上无线网络了 它的导航没有提示我有任何的广告 现在能做到手机不自带广告和软件的 大家能点出多少来呢 所以这台手机真的特别的难得 而且它这个手感真的特别的给力 我只在一台手机上体验过 那就是三星的S20 它们两者都是那种尺寸非常小 手感特别绝佳的这么一个手机 体验下来以后 你绝对不会再去想碰别的手机 超声波指纹解锁 给你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快 稳准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给大家看一下 解锁速度是不是非常的快 真的 这台手机真的特别的香 最拉垮的一点 我感觉就是采用了骁龙888的这么一个处理器的 日常玩游戏真的发热挺严重的 后置6400万的这么一个镜头 拍照也是非常出色的 这台手机的话 缺点就是处理其反面的 其他的话 我感觉优点还是挺多的 特别是魅族这个系统 真的非常的人性化 看到没有 真的没有任何广告和多余的软件 兄弟们 我没有删除任何软件 出产就是这样的 香不香 感谢观看